大家好我孙老师 今天我们又来说一说中国的楼市 那最近呢中国政府是降准降息 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那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有很多城市啊 都开始渐渐的对楼市进行松绑 那这个迹象是不是表明 中国楼市要触底反弹 现在是一个入场买楼抄底的机会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 在进入探讨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中国的楼市 什么是中国的楼价 同时呢什么又是中国经济 这几个概念是非常有明显的区隔的 不能搞混 那现在中国政府就是中国政府要刺激市场 它刺激的是中国经济 而不是楼市或楼价 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搞清楚 那如果连这些概念也没有搞清楚的话 那么你的投资你的决定将会非常的危险 先来看中国降息的情况 根据报道 2月21号 中国国有六大银行同步下调广州地区的房贷利率 把首套房利率从5.6%下调到5.4% 二套房利率从5.8%下调到5.6% 那无论是首套二套都在下调 那如果我们来看全中国的整体情况 会发现下调利率的城市不止广州一个 那根据中国大陆某机构的统计 在今年2月在受统计的103个城市当中有87个城市房贷利率环比下调 比上个月增加28个 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30个城市房贷利率下调5个基点 那除了下调房贷利率之外 其他的政策还主要包括调整首付比例 增加购房补贴 拓宽人才落户门槛等等 当然这些政策优惠主要还是集中在三线以下的城市 根据媒体报道 从去年开始 比如说惠州 赵庆 卢州 珠海 宝定 湖州等等 都有不同力度的补贴购房政策 像是珠州 北海等等超过十几个小城市 都调整了攻击金政策 那松绑重点集中于三四线城市 那肯定是因为三四线首先出现了房地产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四线城市的楼市走势 根据万德资讯的数据 它统计了中国主要的七十大城市的房地产在过去的走势 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现在 整个趋势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图中这个红色部分代表楼价下降的城市数量 黑色部分代表上涨的城市数量 可以看到从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 楼价下降的城市数量出现非常明显的增加 那占到七十个城市当中至少六十个 那只有大约十个城市 楼价环比没有出现下降 那这个情景呢是很类似于2015年 2015年楼市狂跌的原因 来自于当年的那次大股灾 经济大崩盘 所以有大量的人卖楼套现 然后资金外逃离岸 那由于在15年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设定像今天一样 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 所以当年资金出去的渠道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21年以来的这一次大跌 可就跟15年那次成因不一样 那不是因为股灾 然后资金套现离场转移海外 这一次呢 纯粹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疫情打击 造成房屋购买力下降 第二个就是更直接的原因 楼市的调控过度 进行了过于严格的限购 现贷房住不炒的政策 用这些手段来打压房屋交易 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楼市就是垂直性的下跌 断崖式的下跌 我们来看不同城市的楼市变化 这个图是承接刚才70个城市的统计图 那70个城市当中也分一线二线和三线 可以看到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化 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 在21年之后都出现明显的下降 而这一波下跌的特点就是 一线的下跌幅度较小 二线次值 三线下跌幅度最多 那基本上就是说 越小的城市 越偏的城市 它的商品住宅价格下跌就越厉害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具体城市的变化 这个统计图是来自于中国内地某券商的统计 那图表是统计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的房价变化 可以看到21年1到12月以来 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势是有升有跌 它根据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比如说北京一月份的时候 住宅价格同比是增加2.9% 到12月的时候已经上升到5.1% 大方向是上升 而上海和广州呢 明显就是先升后降 另外一个一线城市 深圳就很特殊 它是来回震荡 涨跌波幅非常剧烈 那深圳为什么会有这种忽涨忽跌的情况呢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呢 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 那来看三四线的情况 三四线情况就很不一样 基本上是全线下跌 例如说我们来看温州 那温州的房价同比在21年3月的时候 是增幅高达5.5% 可是到11月的时候已经降到3.7% 那更加典型的是北方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等等 这些城市在21年第四季度的时候 住宅价格指数 它的增幅已变成负数 房价进入下跌的区间 所以通过这些数据 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 三四线楼市现在问题确实非常大 明显是比一二线要严重很多 那这个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旧市政策 主要是集中在三四线 那因为呢 三四线经济更差 人的收入更低 更容易出现断供 出现这种房屋购买力严重下降的情况 所以现在就是主要是先从三四线开始 那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有消息说 中国的四大银行一共起诉了20万断供的房屋业主 那断供潮就集中在房价下跌最严重的中小城市 那这个呢 是来自于银行金融系统内部的消息 也引发了网上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从房贷断供这个侧面 也能够感觉到中国政府大力开始救市的这种动力 那么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提到中国政府目前救的是中国经济 中国金融 而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中国楼市 楼市只是很次要的一个方面 那何以见得中国经济 中国金融出现很大的问题呢 那最近呢 就有一个讲话 是今年一月份 中国央行的副行长 金锦琳公开讲话 在里面他就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要防止信贷崩塌 这个信贷崩塌的提出呢 就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那必须要进行救市 必须要进行释放流动性来稳住整个大局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个信贷崩塌 这个概念来入手解读一下相关的资讯 那所谓的信贷塌方 是二年一月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概念 他特别提到说要保持流动性的充裕 特别保持经济总量的稳定 这个说法呢 其实就是指因为整个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经济下行 所以造成金融活动低迷 信贷陷入低谷 那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陷入危机 那这种情况就会对金融和经济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那整个经济低迷的环境 我们可以从广义货币M2和M1的增速差值来观察 我们来复习一下M1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活期存款 它增幅越高 代表企业活动越多 经济好转 那M2呢 则是代表长期的定期存款和信托等等 所以M2和M1的增速之差越小 代表企业经营越活跃 经济状况越好 那从这个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从21年年底到20年初 M1的走势明显下行 跌为负数 那M2和M1之间的差值是不断增大 那这个呢就说明中国整个经济走势向下 企业的活跃程度非常低迷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不难想象 民间会有大量的打工人员 他收入下降 那这个也造成他们无力偿还房贷 所以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 小城市容易出现断供潮这个情况 那如果房贷违约现象频繁出现 对于整个金融系统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预警信号 因为呢 在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当中 住房相关的贷款 它占到非常重的一个比例 那根据中国官方统计 工行建行农行中行 有储银行和交行 个人的住房贷款余额 分别是6.03万亿 6.11万亿 4.93万亿 4.61万亿 2.04万亿和1.93万亿 它占到全部个人贷款的比例 基本上是在70%到80%之间 所以说房贷占到银行 个人贷款业务的绝大部分 那如果我们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 个人房贷它占到总信贷的比例 高达30% 另外在2021年 开发商的贷款 一共是2.33万亿 占比11.6% 那综合21年数据来看呢 涉及到房地产的相关个人房贷 以及开发商贷款 两者合计高达8.41万亿 占总体贷款的比重是41.68% 那在涉放贷款比例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要想稳定中国金融 就必须给房地产松绑降低利率 这个也验证了我之前 在去年12月 美国加息收水 中国降准放水 那期节目里说过的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在去年的降准 其实是整个金融 从紧货币紧信贷 转变为全面的宽货币宽信贷的一个信号 当时呢 只降准不降息 它只不过是这种全面转变的一个中间状态而已 那最后还是要全面的进入降准降息的阶段 那么接下来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就是中国监管部门现在松绑房地产 可以说是再一次的向房地产妥协 但是这个妥协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房地产很强大 还是说中国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龙头作用不可取代 因为房地产深度绑架了中国经济 以至于中国到今天为止 还是没法脱离房地产 其实呢以上说的这些东西都只是表面现象 而不是真正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好的产权制度 那什么是所谓好的产权制度 简单来说好的产权制度 它是一个以保护民间财富为出发点的产权制度 它的基本前提就是认为只有在私人产权绝对有保障的前提下 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劳动积极性 从而让整个经济充满活力 所以西方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 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复杂 但是论述的基础还是归结到一点 就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保护产权 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 那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中国从1978年之后开始搞所谓的改革开放 表面上实行市场经济 但是在产权制度方面 却并没有进行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改革 那现在中国整个的市场制度 它其实是不太保护私人的产权 那私人产权就包括个人财产 尤其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利益 那这几个方面 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游戏规则当中 是被忽略的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私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左右 那为什么寿命如此之低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官方对于民企征收的税费 其实并不低 而且在正常税费之外 还有公检法 消防 城市规划等等 各种政府单位过来敲诈勒索 那中小企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那在企业经营的成本当中 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要用来进行贿赂 熟通关系 维持经营 这个本身就构成了犯罪 但是不犯罪的话 很可能你根本就经营不下去 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政府在未来 随时也可以用违法犯罪这个理由 把企业给关掉 理由也是冠冕堂皇 毕竟这个企业也是向政府行贿过 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邪恶的产权制度 它先逼你犯罪 然后用这个罪行来惩罚你 当整个社会规则都是这样的时候 那中国人也会看得很通透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则 它是不保护个人产权 不保护个人财产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社会上会形成一个什么风气呢 那老百姓就不会去想老老实实的做一些实体经营 不会老实的做生意 而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投机取巧 躺着挣钱这种事情上面 在这个情况下 不管是企业还是老百姓 自然都会把大量的钱投进股市和楼市进行投机 但是股票市场这个镰刀割得太狠 几次股灾下来 老百姓已经不再投资股市 相反 从2008年以来 直到梁家河提出房住不炒 这十来年 楼市的成长一直不错 没有出现类似于股市的那种大型股灾 所以钱自然就涌向楼市了 所以这一切的根源 还是在于中国的产权制度 没有良好的产权制度 就必然会形成我们看到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某些人所谓的中国楼市绑架中国经济 其实是说反了 是中国经济绑架了楼市 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本来就是一个畸形的经济 它只有绑架房地产才能够继续发展 这个就是问题的本质 那再回到今天 现在中国的央行为了防止经济崩塌 为了防止信贷崩塌 就只有旧楼市 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它如果真的打算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好的话 就应该改革整个制度 建立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 保护中小企业 保护私有财产 但是呢 并没有这样做 现在也只是一味的搞金融维稳 那言下之意呢 就代表中国经济 依然是沿着既往的轨道 不断的向前滑行 不断的滑向的一个悲剧性的终点 现在是投资中国房地产的时候吗 那我想 从之前我们提到的整个三四线楼市 集体下行的趋势 你应该可以得到答案了 从目前中国大量出现的断供潮 你应该也可以得到答案了吧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现在开始的放水救市 能够让房价短期有一点起色 但是你也必须考虑房地产 它的流动性怎么样 我们还是回到问题的核心 这个金融维稳 它到底是为什么 说到底 就是为了让流动性注入中国的企业 用这个办法来拉动经济 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流动性注入房地产 所以未来不管怎么放水 房地产的价格不管怎么变动 但是有一点不会变 就是房地产的流动性会变得非常低 如果你想要把房产的账面财富 变成真正的财富 那么要花的时间成本就相当高了 如果你把这个变现的时间成本也算进去 那房地产的实际价值 又得在之前的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 那所以综合来看 现在虽然是一个释放流动性的时段 但是并不见得是一个入手买楼的好时段 因为现在各种风险都在不断升高 所以时机未必是对的 那与此同时 还有人坚持说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楼市 永远不会垮 永远坚挺 那我个人在之前的很多节目里面也说过 一线城市确实是好于二三线 但是这个好也只是短期和暂时的 长期来看风险依然是非常高 那最近呢 俄乌冲突爆发 战争的场面又出现在我们的媒体视野当中 那通过这个战争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自己 当敌方的飞弹落到你的家门前的时候 不管你的房子是值10万100万还是1000万 最后都成为一堆瓦礼堆 一堆破铜烂铁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风险 中国的所谓一线城市 它就是未来打击的目标啊 所以呢 真的是安全 真的是没有风险吗 你们真的要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好 今天我就说这些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